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叫做火龙卷 那么这个面是有一些酒精 那么接下来呢为了安全起见 我戴上这个防护的眼罩 OK现在呢我就开始点火了 现在呢我把这个把它给封闭住 你们看到了什么现象呢 你们会看到一个小的火龙的卷出现了 火苗会非常非常的高了 这就是小火龙卷的实验 其实这个呢也是和福利是有关系的 具体怎么和福利发生的关系呢 我在后面会讲解 那么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火给关掉 今天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去走进福利的世界 去探索福利的神奇魔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酷炫的 大号的火龙卷实验 这个不是把火龙卷做成一个卷 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实验 那他呢也是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福利有关系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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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就开始了 我们要给大家展示这个 那现在我们这个舞台中间的这个防火布上呢 有一个这个酒精棉 酒精棉 浸透了酒精的棉花 它现在已经燃烧起来了 我们能够看到风向是在朝我们这边吹的 但是现在呢我要把它给关起来 咱们考一下大家 刚刚我们做过一次扣上以后会怎么样 哇 这个现象非常的明显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 哇 但是现在呢我要稍微的再拖开一下 火变成了龙卷风的形状 哇塞 怎么样 我的天 那边 扣上之后火焰变小了 扣上之后火焰变 注意 因为这里没有完全扣上 没有完全扣上 没有完全扣上 现在我来把它完全扣上 我们再次做 我们再做一次比较 完全扣上之后的火焰的高度 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吗 对 它比较低 OK 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热空气上去 但是冷空气就补充上来 结果形成这样的一个漩涡 结果就把火苗给带上来了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空气加热之后 它的这个密度变低 变低 然后就上浮 然后冷空气的密度要小 它就是从这下面进去了 然后又被加热了 又上去了 这样形成这样的一个流动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的这个火焰的形状 它不是在这样烧 它是在这样烧 对 旋转的上去 我们说它叫一个火龙卷 它实际上是一个龙卷风的形状 它是螺旋式的上升 螺旋式的 没错 漂亮 漂亮 那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大家 比如说特别是在 我们防火安全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 如果这个火场形成了 这种对流的话 这个火势就会烧得非常非常的大 是的 没错 没错 好 那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把火给它灭上吧 OK 好了 成功 好 谢谢张老师带来这个非常好的实验 谢谢张老师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这是一个热的一个枪 我们来把这个酒精灯给点燃 你看它就着了 着了之后呢 我把它罩住 刚才这个固定着的小风扇 现在转起来了 就说明它现在里面有气流的流动 为什么会发生气流的流动呢 因为下面的空气受热之后呢 分子间的间距扩大 它的密度就变小了 下面的空气开始往上升 上面的空气冷开始往下沉 就形成了在里面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流 实际上在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风 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为什么大家都习惯于 利用这个气体的这个浮力呢 就是因为气体啊 随着这个温度的变化 我们很容易能够控制 它的这个分子之间的距离 可以很容易改变它的密度 以及它的浮力 通过风的形成实验 我们知道了 空气在温度变化时 浮力会发生改变 那么当气体与液氮相遇 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接下来奇妙与张洪宝老师 将用液氮和氦气球 为我们带来一场神级的 浮力魔法秀 真的是一个泰气球 对 我们把这个放到温度很低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体积就会 它会变 哇 很明显的变化 对 这个气球就皱了 皱了啊 我好担心 还能不能再浮起来啊 那么现在我再拿出来的话 那么它很快 因为它的温度又变成实温了 它又飘不起来了 我来试一个红色的吧 好的 看看它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好 差不多了 可以 你看这个时候呢 它就浮不起来了 因为它的密度跟空气差不多 当它的体积变大 密度又变小了 浮起来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氦气呢 随温度的变化 它的密度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对 对于气体来说 通常它的这种变化非常大 非常明显 好 这也就是我们温度来影响 密度的一个实验了 这是奇妙和老师一起做的一个 奇妙的实验 来 谢谢老师 而且这个奇妙的实验 让我想到什么呢 就是冬天的时候啊 很多商场里有那个送气球的 它送你气球的时候 你拿着走很高兴 结果一出去商场门啊 这气球就别了 是吧 主要看室温差和外面有多少差别 我还以为是它这个气球质量不合格 怎么一出去就漏气了呢 其实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 关于这个加热的气体 它的密度比较小这件事情啊 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安全关系非常的密切 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印象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电影院的时候 看到的它的播放一些 关于防火安全的这样一些录像 是不是都告诉你说 这个火灾的时候要怎么样逃生啊 要弯腰逃生 为什么弯腰呢 这是因为热的空气它比较轻 所以呢它往上浮 如果你的这个人啊 站得比较高 那么你就呼吸的非常灼热的空气 很快地就把呼吸道灼伤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求是 捂住口鼻 避免这个灰尘啊 这个就是毒气吸入进去 同时呢要弯腰 避免吸入热空气 这个很重要 没错没错 其实呢对于空气里面 福利的认识和应用啊 早在1800年前 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孔明灯 都玩过孔明灯没有 没有 孔明灯的得名呢有两种原因 一种呢据说是诸葛亮自己发明的 第二种呢说是那个造型有点像诸葛孔明戴的帽子 不管怎么说 当年发明孔明灯呢是作为军事上一个联络通信的用途 那么后来呢中国人把它作为祈福的象征 人们呢在孔明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 然后郑重其事的让它升入空中 不过现在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特别是在这个邻居啊这些地方 不要轻易的燃放这个孔明灯 在成功的电影当中我们看到过 它好几次啊都是升热气球上空 实际上我们发明热气球 也是跟咱们中国人的那个孔明灯的原理是一样的 当我们把这个空气 热气球里面包着的空气点燃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密度就变小了 它开始自然的就往上升 四周的空气都比它冷 那个空气往下降就等于把它给拖起来了 热气球由法国孟格菲巡笔发明 他们受到碎纸线在火炉中不断升起的启发 用纸袋把热气聚集起来做实验 使纸袋能够随着气流不断上升 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热气球 如今热气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摄影 旅游等领域 众所周知 热气球是利用福利飞行 加热气囊内部的空气 空气受热后密度减少 热气球受到的福利增大 最终升上天空 同样作为航空器 热气球与飞机都能飞上天空 那么它俩升空的两里一致吗 飞机起飞有受到福利的帮助吗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何家与萌萌带领萌娃们来到了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 大家好 我是北韩的黄俊 欢迎大家来到北韩博物馆 黄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神奇大教授黄俊老师的带领下 博士与萌娃参观了馆内的众多展品 建设了长征运载火箭 飞机发动机模型 更有黑寡妇战斗机 米格战斗机 北京一号轻旅行客机 及我国第四代主力战斗机 兼实战斗机在内的众多实体战斗机 馆内三百余件文物精品 让博士与萌娃大开眼睛 通过黄老师的讲解 萌娃们了解了飞机的发展历史 及过程中的种种不易 那么究竟飞机起飞跟福利 有没有关系呢 小朋友们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金石它是有一个 特别像一个鲨鱼嘴巴的东西 那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那是飞机的进气道 进气道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空气通过它进去 飞机的后面装的有发动机 它需要这个空气 跟这个飞机里面油箱里面的燃油 在发动机里面燃烧来产生推力 飞机才能飞 谢谢老师 那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今天呢 黄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两样道具 我们先来看一看 好 一个热气球 一个飞机 我们给小朋友看一看 那么这边呢 是一个热气球 这是一个飞机的模型 现在呢我们拿给小朋友 小朋友观察一下 来 梦梦 在做实验前呢 小朋友们啊 你们能观察到 这个热气球和飞机 它们在外形上有什么不同吗 就是说气球是圆的 而且是鼓的 然后呢 飞机是长的 而且是扁一些的 这叫什么 机翼 机翼 终于把重点说出来了 还有尾翼 对 我想补充一下 猪猪说的 就是热气球 它有一个 就是那个鼓的那只气囊 气囊 对 它那个还有那个打火器吧 点火装置 点火装置 刚才这个小朋友说的很对啊 这个飞机和热气球呢 最大的差别 就是这个飞机有机翼 另外呢 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飞机啊 比热气球要重很多 这是它另外一个特征 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飞机为什么能够飞起来呢 主要就是靠它的机翼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这地方有一个 跟飞机差不多的模型 大家看 飞机也好 或者是喷气式的飞机也好 都是它通过这个 获得了速度 然后产生了胜利 机翼是飞机的重要部件 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飞机起飞 除此之外 机翼也还要保持飞机稳定 和操纵飞行的作用 当飞机滑行的过程中 机翼快速切割开空气 流动的空气给机翼提供了生力 从而是飞机升空 也就是说啊 飞机升空跟浮力是没有关系的 虽然同尾飞行器 热气球是借助浮力升空 而飞机起飞 更多的就跟空气动力学相关了 那么飞机究竟是如何起飞的呢 它的研发灵感究竟来源于哪呢 让我们继续科学探索之旅吧 那听了刚才黄老师给我们的介绍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飞机能够升空啊 和它的这个机翼关系非常的密切 尤其是机翼的形状 所以呢我们的今天的第一道问题就来了 那么飞机它的这个机翼 它的翅膀的设计的灵感来源于 是一种动物 那究竟是哪种动物呢 我们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什么 蜻蜓 对 因为蜻蜓啊 我们都知道蜻蜓可以在空中悬浮很长时间啊 第一种是蜻蜓 它有翅膀 第二个呢 是蝙蝠 蝙蝠也会飞 这是第二个选项 最后一个选项 那这个就是飞的太多了 自然界我们都看到的 就是鸟 那么究竟是哪一个选项呢 鸟 C 鸟类 不错 那我们鸟组的小朋友就回答正确了 那你还得给我们讲解一下 为什么蜻蜓这个选项 它是不正确的 蜻蜓是靠什么飞起来的呢 蜻蜓飞起来就是靠它这个机翼的高频的这种震动 来煽动飞起来的 现在有一种飞机叫整翼机或者叫铺翼机 也是采用这样的原理 这样原理 只不过这样的飞机呢 现在它还是处于研究阶段 它的实用性呢 还很差 所以小朋友其实选蜻蜓的也有道理 只是说这种样式的飞机呢 并不是现在的主流的飞机的形态 那至于这个蝙蝠呢 可能大家都没选 也是正确的 因为蝙蝠呢 它和鸟类的翅膀 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异装飞行服 就可以从很高的高空 然后它带一个像蝙蝠的衣服一样飞下来的 那其实它的这个滑翔的装置 就和蝙蝠有点像 而真正的鸟类 我们观察它的翅膀 它其实和肌翼是比较一致的 就像刚才小猫提到的 一边厚一点 一边薄一点 就像我们肌翼的这个截面一样 所以恭喜我们鸟组的小朋友们 恭喜大家 刚才呢 彤彤也观察到了 说其实啊 我们鸟类在飞行的时候呢 它们并不是一直扇翅膀的 比如说老鹰 它可以在这个空气当中 可以在高空 翱翔非常长的时间 它的翅膀都不动 而且很多的鸟类 它们还可以感知到这个 比如说地表的这个热空气 上升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山的 这个向阳坡的地方 它可以感受到这个向上的这个气流 它可以利用这个气流浮在空中 那我们人比它们还要聪明 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啊 让一个纸飞机自动的飞起来 想不想试一试啊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吧 那今天呢 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 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啊 非常多的飞机模型 对不对 今天坐飞机咱们是不行了 因为这边的模型啊 都是真实的模型 真实比例大小的 但是今天啊 我们不能坐 但是我们可以来当一回驾驶员 可以当飞机的驾驶员啊 当然不是开真的飞机了 因为我们还没有执照啊 没有不会开 但是呢 我们要学一学放飞这个纸飞机 我们看一看 刚才专家告诉我们了 如果要让老鹰翱翱 那是上升气流的 那如果想让这个纸飞机翱翱 这个上升气流怎么找呢 明白你的意思了 大概明白了 对 就是通过这个板子 斜着放的这个板子 往前移动 那么这个上升气流就做出来了 我们来用这个板子试一试啊 来看看能不能做到 那通过这个实验 我们就证明了 确实上升气流 是可以让物体飞起来的 老鹰利用上升气流 是向无动力滑行 现场的纸飞机 其实也是同样的原理 等何家博士推动挡板的时候 空气发生流动 产生了上升气流 于是就将纸飞机拖了起来 之后萌麻们也尝试放飞纸飞机 看着现场缤纷凌乱的纸飞机 看来想当小小飞行员 萌麻们还得多加练习才行啊 纸飞机升空是因为上升气流 那我们的飞机升空 也是因为上升气流的原因吗 答案马上揭晓 好 那通过刚才这个游戏呢 我们已经明白了 那这个纸飞机它悬浮在空中往前走啊 是和这个上升气流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的大飞机 真正的飞机它飞起来和这个上升气流有关系吗 黄老师 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也没有人在下面拿板 对 是这样的 那我们飞机的这个飞行呢 到底是和什么样的原理有关系的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个实验来告诉大家啊 那现在大家看到我们桌上啊 有一个盆子 里面放了很多的乒乓球 都是彩色的 乒乓球 好漂亮 彩色的 那我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管子 你们用过 你们用吸管喝过饮料吗 用过了 如果我用这个很大的吸管 你说我能把乒乓球吸起来吗 没有 谁说能的 来 小猫说能 你来 小猫来吸一吸 你来吸一吸 试试啊 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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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加油 加油 你不行啊 这样 大勇 大勇 大勇看起来肺活量比较高 来 你来试试啊 吸 大勇的肺活量比较强啊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选手是大勇 吸 一 二 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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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没事 咱们不用试了啊 我觉得相信你小朋友的这个实力 都是没有办法把这道乒乓球吸起来的 但是 我也没有这个实力 但是我手里有一个吹风机 你看一看 吹风 现在我用吹风机可以把它吸起来 你相信吗 说不能的有没有 不能 阳阳觉得不能 来 听阳阳说 为什么不能 阳阳 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不能把它拼起来 那个 其次 这是吹风机 我从上面往下吹 应该是把乒乓球往下吹 吹飞了 对呀 说觉得可以的呢 就是它这是一个管子 而不是正常的一个 像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但是乒乓球不是把它整个都塞满的 是有一定的缝隙 东西通过它的表面 渗到它后面的时候 可能会把它拖过去 好像大勇讲的这个有点意思啊 方老师 我们就来试一试 我们来做实验试一试 好 现在我就要用这个吹风机 把乒乓球吸起来 我们看一看这个实验怎么做的啊 方老师您帮我拿一下这个气管 预备 开始 哇 哇 哇 要不要忘了它捅 全都吸走了 那所以呢 这个问题就有点奇怪了啊 我们刚才说啊 这个鸟飞起来啊 还有这个纸飞机飞起来啊 它都是和上升气流有关的 那么现在 这个球它上升的这个力量 怎么来的呢 方老师 对 这就是波鲁力原理了 波鲁力原理呢 说的是就像空气 还有水这样的流体啊 就是气体或液体啊 我们把它叫做流体啊 流体它在流动的时候呢 这个流动速度快的地方 它自己的压力就小 流动速度小的地方呢 压力又大啊 那么刚才我们这个气体 我们用吹风机 吹这个管口的时候 这地方的风的速度就快 快了呢 管口的这地方的空气的压力就小了 哦 这边和这边就有一个压力差 那么这边的高压 就把这个乒乓球呢 就把它吹到了低压地方 它就从这边出来了 我们常见的空气水都是流体 当它们快速运动的时候 这些流体与物体接触面上的压力会减小 当空气流过机翼表面的时候 由于机翼的特殊形状 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会快于下表面 因此机翼上表面所受的压力 小于下表面的压力 于是两者形成的合力向上 这就是机翼产生的生力 飞机速度越快 生力就越大 当它超过飞机的重力时 飞机就能升空了 小时候大家都折过纸飞机 但是有没有想过纸飞机形状与飞行距离的关系呢 让我们来听听小朋友们的回答吧 哇 只有一个小朋友选择了红色啊 那我们来先问问这个最特别的小朋友 晨晨好不好 因为老实说了 那个飞机前面一段会粗一点 我就觉得然后呢中间是适量的 然后最后是薄一点 就觉得是这个 那你是觉得飞机的这个机翼跟它这个红色 折得比较像是不是 嗯 这还有两个这个窝对吧 那你可以描述一下这个跟飞机的那个机翼有什么类似的吗 就是机翼它那个不是弯着的吗 对 都上了鼓一块 嗯 因为这个前面就是是比较比较粗 然后呢中间是适量 然后底下就是平了 或者就平了了 所以 就窄一点 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它 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中间包含的这个科学的道理在哪里啊 那黄老师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 纸飞机从小就都玩 但是呢这里面的道理大家都还不太了解 究竟哪种飞机可能飞得更远呢 好 刚才其实小朋友说得非常好 之前呢我们说了 这个飞机飞起来依据的是波鲁力原理 但是飞起来以后要飞得好坏 那就是空气动力学的问题了 就是另外一个科学问题了 空气动力学呢那就更加复杂 它就跟这个飞机的这个 气动外形或它机翼的这些形状 还跟这个飞机的这个极构形式这些都有关系 那么这三个模型呢我们来看一下 呃刚才这些小朋友都说得很对 这个呢你看跟监视战斗机差不多 但是呢我们这个紫飞机啊 它飞得很慢 就是说我们这种低速的飞行的情况啊 它这个不是最好的选择 它必须是要高速飞行的时候 这种形状是最好的 那么这个红色的呢 呃它的这个意面比较大 应该从空气动力学来讲呢 它是有它的一些优势的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它后面有一些这种 这种小这个对 它就破坏了它这种这个这个外形的形状 所以呢一般的飞机不会做成这个样子啊 所以是不是飞机一般都是流线型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折了脚的 所以这个蓝色这个啊 那它虽然这个这个呃也是侵袭的 嗯 但是呢它和它比起来 对 它就是更适合于这种紫飞机低速飞行的情况 应该正确答案就是蓝色这个 啊 好那谢谢黄老师今天带我们认识了这个关于飞机升空 这样的一些原理我们从热气球讨论到了浮力 讨论到了活命力的原理 其实啊 这也是我们整个人类不断的征服天空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啊 我们从开始放风筝 啊 有这个二踢脚升空 最后呢 我们发明了热气球 又到了最后发明飞机 乃至我们国家的登月的飞船等等等等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也能够不断的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 为我们整个的国家的现代化的建设 做出你们的贡献好不好 通过福利系列的两期节目 我们在神奇大教授的带领下 完成了关于福利的众多巨尾实验 知晓了飞机升空的奥秘 不论是热气球潜水艇还是飞机 它们都代表了人类一步步征服深空海洋的 口号移换科学城 看意大不同 下一期节目再见 yeah 哇 真 edit 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